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完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打开第二页 第二页我们昨天讲到十善 昨天我们谈到十善它的功德有怎么大 十善夜道经我们昨天有讨厌过了 这个离二口如果行十善里面的离二口 要是能回向菩提 它可以得路来犯阴神 那如果离偷到呢 可以得证这个大清净菩提支 那这里面另外华严经也有提到 华严经有一整段 他要谈到就随我们修十善的生前 就影响到你可以得三善道乃至四善 四善就乃至到我 所以光十善的生前 它可以一路从凡路卫到菩萨到我 那我们现在来谈 这个当然这个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但是我们这里现在只是简单的来谈 如果像我们现在在词节 我们就要顺便谈一下这个词节 你现在也即将要有节下 那我们当然这节下就是专精的修持 那尤其在戒法上的磨练 但你往往往有时候 就看了每个人持戒的因缘 有时候这就像我们在修四年初 修其他的法 他必须从粗的地方开始规划你的神经 从生念柱 受念柱 心念柱 法念柱 他慢慢跟你规划下来 那因为我们的人心很互动 那心很互动我们经常会随着进转 那尤其在经典里面强调说 当我们的心认定这个法为真 执着它 你就会随它转 所以在佛法里面包括 以后你们听到那个 福利道士记里面谈到毕博世纳 也都有这一部分的讲法 我们今天要断除烦恼 第一个是要从 一定要看清楚 所有的问题来自于你先确定它存在 你确定它存在 你才会开始产生种种判断 才会开始追逐遭遇 那所以一定要是 到最后会归的修行是往这里来的 你如果执着它 你就会心随它转 你就会生恐怖 它若变化你就变化 那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心很粗糙 尤其是从过去世无量解的过来到现在 我们对很多东西已经是麻木了 我们已经十足的肯定它的存在 那这个肯定还包括什么肯定 因为这种众生的供应 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颠倒心 形成这样的肯定 众生 同一类众生 也同样在做同样的肯定 像我们经常讲说 哪有 又不是只有一个 每个都这么认为 对不对 每个都认为这个三合大地是真的 你自己就在执着 加上众生这样执着 你当然就这样 一直下去 所以我们加上这么长时间 对这个颠倒生命的执着 所以一直都很习性的 即便不断不断生生世世受这个苦 还是不容易决心 不容易决心 一直再继续下去 那尤其当我们的心 又向你这个世间染污 又在心不住善念 这个烦恼会一直再加强 因为它养分 习惯再加习惯 习惯再加习惯 习惯到最后 你会叫 医于为习 就像我们如果很多常养成习惯以后 你不可能去改变 因为这个是习于为常的 很正常 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的身心对世间的这个执着 一直很深刻的时候 长时间在寻求 你无法跳出来 那要跳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先让你安住善法 当你的心向于恶法 它不但只是造恶 它还会在滋长你的恶性 顺着你过去世的这种恶性一直增长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告诉你如何善念 那你看 四念书不就是念吗 叫你安住三念 当然我也想安住三念 那我安住不来啊 那我安住不来怎么办 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心要这样的修持 但我们不一定能达得到这样的效果 不一定能做得到 所以只好在我们修行当中 另外找方便 所以在伸受心法当中 就以身念处比较粗 感觉得到 当你心该是安住在善念的 这个比较粗的地方的时候 你的心就慢慢变什么 因为我只要不跟恶的相应 跟善的相应 心是无常的 心是颠倒 空空的 没什么东西的 可是当你现在开始往这个善的时候 它也是空的 但它就能起什么 善的作用 它就有去恶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修学第一步 应该先抓住一个你用得了功的方法 你不要先贪恶到 你心安住在这个你用得到的善法当中 按心安得住的地方 当你跟它熟悉的 也就是说我的心在慢慢不跟恶法相应的时候 你的心就开始慢慢 那个沉重粗重 环绕就越少 好 当你的条件达到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再尽力不及观更深细的善法 这就修行严厉 一下子要你去看很细的法 那只是每个人都认为它是顿操的更性 但是就修不来 因为它连认知它都很难 尤其是它被它的烦恼所绑着 裹护在那里面 它根本没有能力去看那更细的东西 像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我们本身 如果没有说经常有烹饪经验的人 我们今天能夹个什么东西 你大概没什么感觉 可是常在煮的人 常在这个料理专家的 烹饪专家的 你今天多一点 少一点 他就知道你这里是怎么弄的 因为他经验 他熟了 那同样的 当我们的身心 慢慢专注在身心的观照的时候 你也也能看得到 有对一个初学 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这里 我们的戒法刚开始 比较偏重偏弦 神戒 外围 四项的戒 这个做得到 做得到 要不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但他是不是真的戒的主体 还不是 因为戒的主体在心 因为一切烦恼的根源在心 所以就看你怎么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不偷盗 不杀生这些东西 当然四项可以 但为什么你会偷盗 因为有可爱东西 因为杀生 有可恨的众生 有法 有众生相 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受责相 是不是才会产生 偷盗杀生 好 现在我们刚开始 一下子要修这个更高的戒法 无所拙戒 无拙戒 没有拙的戒 你拙不来 所以你必须要从四项的戒法 可是这个四项的戒法 随着你对戒法的越清楚 那戒法的内涵精神 是不是偷到那个地方去 会 可是这个戒法要从这个基本的戒 你看 因为这是华言经谈的 光在实善的修持 它导引到佛果 戒法怎么这样 因为它这里面 有更深细更深细对戒的定义 绝对不是光只是表象的实善 你修一修会到佛 而是更清楚了解这个实善的更深细的原理 更深细的原理 那所以说我们纯粹只有持戒的话 知能达到 知能达到 我之前也在别的地方才谈到 就是说 五戒实善 我们的五戒跟儒家的人意理智性会不会一样 有些地方表象看的一样 但内容不一样 为什么 我们的五戒是依活的智慧所说出来 里面隐藏了什么 元旗信宏的道理 它谈到的这个业果关系 是从元旗因果的角度来谈的 所以当我们把五戒的精神谈到细的时候 跟更高的解脱戒会不会连在意外 会连上去 为什么 因为它是将这个精神转化到比较低沉的地方讲出来的 可是本质是同样都是依着活的智慧所说出来的 而且都是依活的 对于元旗道理的所建立的这种戒法 所以这个戒法 如果你能用心观照这个戒法的因果现象 你自然会同道处理 通道菩萨界一定会这样的 同样十善界也是如此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讲说 我持戒 我现在不杀身 但我依然有众神像 只是我表面上不杀 那你这样的不杀 如果碰到一些障碍来 你会不会杀 会 你如果一些极大障碍 甚至你那时候颠倒了 你被某种鬼力所加持的 被某种咒力所加持的 你会不会造罪 会 因为基本上 你是一个还在四向的境界里面执着的人 所以给予不同的价值观 给予不同的意义的时候 你就会被蒙蔽 可是对一个醒来的人 他不肯再做梦中的犯罪的事情 不会 那我们了解说 当我表面上做着这个 我持这个戒 但我并没有把真正的罪性跟原给守住 是不是 我只是表面不犯 但那个被犯罪的这个跟 有没有坏掉 那为了让你的戒更清净 为了你更生气的不贪 不撑 不吃 你是不是借着知见 智慧引导持戒 所以这个戒法本身是具足的 如果当你要把这个戒法谈到很清净的时候 务必是从内心整个宽转 整个改变 好 这个戒法就可以通到活地 菩萨地活地 所以同样在慈戒的人 功德不一样 刚开始从外围巩固 就像圣念处 可是到最后终究是要回归到戒的最核心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强调 比丘戒是什么 比丘戒的戒体是在处理 处理戒 菩萨戒体戒体在哪里 菩提心跟大悲 当然它到最后核心一定会会到哪里 会到无所得的法空的滋味 菩提心它具有这三面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戒法的生起因缘 你持这个戒就相对容易清洁 功德容易大 我知道有的人心量小 智慧前 他就修持这个表面的这个戒法 他因为有没有功德 功德也很大 但他能不能将这个戒法的真实功德完全掌握到 能不能获得 不可能 他只能维持这个戒法的表准 所以有的人 我们不是要活定这个戒法 是应该以这个戒法为基础 达到这个戒的真实精神 那有的人就是在变成心量小 他一直着以这眼前的这个戒法 结果是 鄙视害理 你知道吗 鄙视害理 就是说外面的东西 就是说我表面吃得很好 但忘了 你还没想护环绕 他只能想护他那个很粗的部分 但他没办法借着戒的修持 享有那个真实内在的果满果子 所以即便修到最后年花节 烦恼动摇不多 他会得到很大的人天福报 但要解脱 不容易 为什么 他的戒没有偷到里面去 没有偷到里面去 所以有人到处要持戒 持到处要很慢心 很慢心 甚至迟到没有吃悲心 有的人如果在某些地方 就吃了这个 害了另外一个 只顾自己清净 再也不知道去守护众生的毁灭 这个到最后你发觉就是淫义 淫小 淫小的而失去他的 这个就是不知道戒的因缘 那如果你了解的话 同样的戒法 你就可以从记忆 简单的一直转转 偷到很深了 所以当一个菩萨在持戒 他这个持戒 其实持戒戒法本身就隐藏的 不害众生的意思 有负他的意思 负众生的意思 我不脱到不杀身 都有一个悲的内涵在里面 那如果这个东西转到表层的话 那这个很多东西啊 这个精神就不见了 那当如果我对戒法 包括如果守护自己根源的烦恼 让我彻底清净 他一定会找寻一个努力去找寻 最彻底的方法 原理在哪里 真正让你会违犯的原因在哪里 会一层一层修实 所以菩萨在修实当中 他不断利益众生 不断的做很多的修行事 可是他会不断的去找到说 到底什么原因 才是我真正可以成就自利利他的 能圆满这个目的 你会不断的去 所以菩萨在修实过程当中 很多不圆满 但他因为悲心 菩提心的关系 他会在这里不断学 那当我想行持这个法 但做不到的时候 他会广学 学到让他自己的戒清净 那这个戒清净 就我们讲说 做法善 做法善 取相善 无声善 你看 这个情形 这个情形就可以看出 那个罪的根源 做法善 就是比较四项 取相善 取相善 就里面有四根理 好 那十相善 无声善 当然他也不离死 但他能讲理透的很细 所以无声善能除罪根源的罪 那在中国的很多参议当中 其实他强调的是 将从外在的罪 不断除 除到罪里头 根本的烦恼的罪 所以他是用无声的 用以法空的智慧 来观察 那其实所有戒法 是不是也是依这个道理来的 有 所以你了解这个戒法 可以同道同气的 因此说 在我们在慈戒修书当中 假如具足更深的智慧 其实你会持着更深的智慧 你会知道说 我现在持着用意是要对持什么 就是你拿着这个功夫 能打到什么 打到药案 你能打到药案 有个人啊 持这个东西 结果这个东西就是说 有对持作用 有帮助你得到东西 但同时也无作用 你执着 你执着 你挂了 好 反而产生这个副作用 但如果你们了解的话 你会知道说 我今天持这个戒 我为什么持这一条 这一条主要是针对 防护人那些过失 他会往内防护 他不会往外去庄严 他会往内去防护 这一条戒的其实核心的精神 只要对持我们去防护 所以今天有几位 比丘尼来 他们在接下来继续 想针对这个戒拔 来研究 他们研究的是什么 他们要自己在接下来继续 说要集合起来 最主要是将每一条戒 当初的自戒因缘 自戒因缘 当然有的经文 有的理论都很清楚 就是除了他的当初的一个事项的理由之外 最重要能将他背后想要在这个戒拔所要守护你的 防护止恶的真正的用意在哪 能看得出来 那这个戒的守护就会清净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尝试去了解 很彻底的去了解 他这个戒当初 只要要对峙你那些犯 所以你在持这条戒的时候 务必是从这个烦恼出去对峙的 如果他要去掉你的慢行 你千万不要在持这条戒里面另身慢 他要你持戒去掉贪 你不要因为持戒里面 贪持戒清净的假象让人家供养 那是颠倒的哦 懂吗 本来他是要去贪 结果你反而是卖这个戒 想要得供养 所以当我们越了解的话 觉得不对 我在持这条戒里面 好像知道表层 但没有吃到烦恼 那你就懂得去把它除掉 黄雾掉 远离掉 这个不行 当我在修持善法 有众多的供养赞叹 我没受影响 可以 我受影响 离开 有没有受影响 自己检查 对不对 你明明受影响 却甘于这种赞叹供养而再来收拥 有问题 你自己不能守护 你不是真实戒责 那有的人说 我接受供养没问题 对不对 因为来我就送出去了 那可以 他不用离开 因为他守得很好 他不过来 过来这也不要紧 不过一会就给他弄出去 他社会守护 可是如果你发现你没有 就是说你表面这个戒法 其实要去谈 结果没有 你管他在那种外面的形式里面染着 没有将内心朴素 结果我在外面鲜艳 外面弄得他 花俏很多细节弄得他 可是我没有看到你的直辅的心 没有我将你的心给直辅 你如果有的话 你应该透过这个仪轨 把你的心支付 这个就是戒法在修士上面 核心的证件要有 或者你发觉你也未必亲近 你依然挂爱 你满足于一时以为自己亲近 但真正当你内心观察自己的功德的时候 你产生不了这种喜悦之心 为什么 没有真亲近 真亲近会喜悦 真亲近会不悔 真亲近会喜悦 这是法尔如是的 不用你特别去想不悔 你不用特别去想你要不要喜悦 只有你观察你彻底清 你真的亲近交代得了 你就不悔了 你就喜悦了 那有些东西你发觉 比如说我表面上现在看起来 可是往内观察你的心的时候 发觉又挂爱 不悔心就跑不出来了 喜悦心欢悦心就跑不出来了 就这样 所以修法一定要有要力 这样的修士 你如果很务实的 在你的染路还不重的时候 你很务实的这样修学 其实你要进步会很快 而且你当一旦在修行上 已经有坚定的 有那个根性出来了 你要坏它比较不容易 就能藏起来 所以这个十善 你如果将这个原理透到细的话 它可以成就三善 十善 都可以 法言就这么讲 那你看十善业道经里面讲 凡事将修士山回向菩提 都成就活得果报 都成就活得果报 你看 这个是事实如此 好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五章 我说 人有重过 而不自毁 顿其心 罪来不生 如水归海 渐成生光 若能有过 自解知非非 改恶行善 罪至消灭 如病得悍 见有全损耳 这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大家务必要在这方面 这个都是 你看 所以说道理不生 但都是真道理 其实你说道理不生 也很生 因为我们不容易把内涵很多东西 看得很清楚 其实这都是有原理的 这都是有原理的 人有重过 而不自毁 这里面就牵扯到 在修学上 其实有很多 人有重过 要能自毁 所以在修学里面有一个重要原理 就是让你生觉 这里面是有觉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你能自毁 自毁表示什么 知过 现在修行最难的呢 有过不知 有过不知连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修学一直是以正见为前 有的人也很想修 但他的眼光 智慧光不够 透不到 观照不到自己的过失 观照不到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还不要谈他的内容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人有重过 而不自毁 问题是有的连毁都回不来 不知道 好 等你知道我们再来讲自不自毁 那这个就是下一步了 所以其实最难的是 我们一般在修道里面能达到这一条所说的 要学习会是什么 四回三个字观念 尤其是在修道里面 你为什么要懂得戒法 你为什么要懂得法的观念 律跟法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才能自毁啊 你的观念错误你才能忏悔嘛 你的行为 身口里面有过失 有污染 你才能知道忏悔嘛 否则多 你忏什么 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甚至有的觉得 你虽知道部分 但你不知根源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等知道我表层的病 我就治不到我的根源病 没有嘛 这我在常讲的就是 好像在治病 但结果是延无就义 我现在有病 我就吃药把它压着压着 那有阿豪了 结果病根没动 等到它到最后爆发 来不及 延无就义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在整个佛法当中 第一步像八正道里面 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正间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这不再是一个 我听文 我听听听听就算 不是这样的 你又不要抉择 再一个修道 尤其是你方向要很清楚 我是为了解脱 那解脱是要解脱哪些烦恼 我这个就是 一马上谈就谈到四圣地的问题 我要解脱烦恼 那烦恼是什么 那解脱路是什么 目的达到哪里 很清楚 那这个我现在开始修的时候 我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你所下的功夫才不会枉费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光是这样讲的话 过在哪里 请问你 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 你能多少分别出什么叫过 什么叫不会过 什么叫过是 那什么叫愚痴 你能抉择到多少对跟错 其实能抉择的很有限 可见 你恐怕有中过也不知悔 连过都不知过 我们现在如果缺少一个证件 因为证有知见引导行为 那你的根源的知见没有对 你的行为你都还自以为是 结果把自己的福报很多东西 这无意中一直损 这个就是语词人就这样 修小善小福 损大善大福 信不信 我在这里面做一点想 有啊 经典都想有功德啊 但经典讲最大功德是什么 金刚经说的 你这个一记一句啊 能意念 能发菩提心是一切功德之母 能观一切法空是一切功德之母 能观本心地 自己的心地是一切功德之母 你会吗 不会 结果在很多善里面 反而入为世间 结果是将这一生 当然每个人更信 有的人是上法不修 没办法修 修下法 那是无可耐啊 但明明有些有机会可以修上法 结果上法不修 先止于修下法 已以小善 人天善 误了他的解脱善 这多不多 望远望迹 差不多都是 因为你不知道 好 所以我在谈这一条的时候 我们要先谈什么 人先先会有一种智慧抉择 何者为过 好 何者为过 那知道以后 这个下头 这个才能谈 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你对奇马的修道的因缘不知道 修道的方向不知道 你根本无从抉择何者为过 你更不用讲说你去只赞悔了 好 这是这一条 那你如果发现有过 那你如果发现有过 当要额自毁啊 顿习其心 这就是一个修道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不知 这个是一个过的开始 知而不习过 这是很大的颠导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门当中 有时候很在乎这个人对跟错 其实我刚才讲修行的根源你要先学会知 不知的话就无所下手 所以说我们对不知的人 我们也无法去责任 我们只有教会他 或者他无法处理圣事沦违 好 现在问题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如何去守护他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乎事情的对错 但如果在修道来讲 就是说我不是对错 我在最重要的是决心 我强调的是决心 不是你做的都很好 而是在你的整个行径当中 深口语当中 你能觉察你的过程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佛门里面不会说完全都没事的 佛门不是在挑很多本来清净的人进来 佛门是让本来不清净的变清净 这是道场的用功 当然不要说清净的进来变不清净 那就麻烦了 那其实最重要的 道场是让原来本质不清净的人 无知的人进来变有智慧变清净 这是道场的意义 并不是道场一来先把好人挑 所以我们挑的是那种没有向导心的人 这个怎么教也不容易有用了 就不一定要接受 但凡是想学的 他有决心的 他即便他有一些烦恼 他努力学的 这个应该拿走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觉得 当一个人 他不懂得自觉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远离善知识了 没办法了 没得教了 像之前不是有一位 那你都自以为是 那自以为是 就像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 你的被子都已经放水满了 那我还能倒什么东西给你 那这就没办法了 老实讲 这只能说你没有福报 大家有心忽念你 成就你 远离过失 成就你的福德智慧 你无福消守 你把所有的助道之粮挡在门口 无可奈何 这就是这样 所以在国美里面重视的是决心 所以有时候 我认为一个人做对事情 所谓做事 把事情做好 和一个人事情做不好 但能知道过失的 我挑后面那一个 因为 并不是说那个做对的就那个 因为他做对的只是 如果我应该这样讲 做对的人他强调的是 他一直在乎他做的事情做得好不好 他很在乎所以他很尽责 这在人天上来讲也是不错的人 那如果从修道的立场 我灵念去挑一个 他事情做不好 但他的决心也不断在增长 因为这是他在进步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 有时候在修学上搞不懂方向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引导的不是那个事情本身 是借事情在增长你对事情的关照 和自我的关照 其实意义在这里 可是久而久之 我们现在有时候往往在乎事情做得好不好 而忘了它的修行意义 不是 我一直在强调 修行的地方 强调的是决心的启发 决心的启发 所以务必要怎么样 有过要自毁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有过能自毁 这表示这个人在用功 哎呦 不好意思 人家会笑 你现在挡得了这一时 你的烦恼一直没有出来 或是一直在遮掩 一直在遮掩 其实反而离道越远 所以这里面讲说 你看他这里要谈到一个原理 有中国而不自毁 顿习其心 就是要遮挡那个造罪之心 你要自毁 所以一般来讲 在修行里面 我们先建立什么观念 以我现在的标准 我知道人的烦恼不容易断掉 但当一个人开始懂得去观照 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因为这里面 我常讲的就是 以前我们那个师父谈的就是 当一个猫守住山 那个老鼠洞的时候 老鼠就跑不住出来 它不用去抓它 它就蹲在那边 蹲在猛那个老鼠洞 老鼠就不敢出来 当你的决心提起来的时候 你的烦恼就不容易自身了 所以当一个人能觉察自己的过失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产生了对峙烦恼的作用 所以我在很多的地方 不一定对每个要求 他马上都不过失 但必须不断训练他的决心 你随时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对峙有些问题 对峙训练一个人 我们让他到最后因为过失 被人家喝着喝着到以后 不敢去面对过失 这是一个大失败 这是一个大失败 你要让他觉得说 他的过失 他不是纵容 不是随意的 轻慢的 让他很愿意在忏悔 面对过失的时候得到的鼓励 不是有人在忏悔的时候 在承认他的过失的时候 落井下石 这个千万不值得 除非这个人是没有惨愧心 一错再错 错的痞痞那种 那是不叫决心 我强调是 当一个人在显发他的决心的时候 应该是要鼓励赞叹的 应该要随喜的 这个是整个交易里面的核心 有时候他有过失 这个过失如果是罪过很大 当然我们要讲罪过的因果关系 我们不是说他只要承认过失 就完全就不加以对峙 但你针对他提出来的 非常自我觉醒的这种过失醒过 这种自毁的重心 这一点一定要赞叹 至于他怎么过失 这个是另外一个对峙法 那个对峙法无必要让他清醒 但我强调的是 那个他能自觉的启发出来 这一点一定是要引以肯定的 因为这是修道里面的最主要的功能 你千万不要为了好坏 而把他连那个自觉的那个心 也给他打掉的话 以后他会把他的过失盖起来 那一旦过失盖起来 那没救了 因为唯有他打开他才有机会 他如果开始蒙蔽的忽视他了 这就不好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小心 我们把是非看得太狭隘的时候 为眼前的是非反而坏了一个人的灰蜜 你这样听到 因为你太重视表面的 但你这样的一个重视表面的是非 而不是重视启发决心 结果这个决心 这个启发就被压制下来 这个以后有的人就灵眼睛蒙蔽 你就忽视他 这个人以后得度的因言就越来越少 是这样的 所以要自毁 那自毁的时候就是说 当我开始懂得过失 开始毁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产生对峙了 这在阿罕经里面就很明显提到一个道理 就是说 假如我对我自己的善跟恶 我产生的奥悔之心 追悔之心 善的会坏掉 恶的会坏掉 这有机会你们听我 那个阿罕经前读 你们就有这一部分的讲述了 也就是说 假如你现在做善事 善事从善因到善果要重远了 要不断的持续 但你中间起一个伤 早知道就不要 笨了 他种下去 不管对方价不价当 你种下的善有自由他的果报 结果你因为外在的事情 让你对你所做的善事 生后悔之心 结果把你的福报也给毁掉 那同样的呢 恶也是如此 当这个恶心种下去 恶心种下去 他还在酝酿的时候 如果你起一个觉悟之心去后悔过去所造的恶的时候 恶也会伤掉 不成形 我们讲究非责灭 非责灭 责灭是修行灌破的 非责灭就是因缘不具足生不来灭掉 责就选责了责 很多灭有很多类 责灭是以我的智慧抉择它灭掉这种颠倒性 再用非责灭就是因缘不具足自然就灭掉了 我们的很多烦恼性 因为我不再造它 我让它的因缘没有了 它有些因缘缺不深就去了 所以说我们不断在修行的时候 当我们起一个懊恼的心 后悔的心去关照你的烦恼 这个烦恼其实就开始被动了 只是我们的关照力不够 我们的习性跟着没多久又给它补充营养 结果这个恶果就会慢慢滋长成性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不管过去如何 假如现在永断烦恼 当下遮殖 不再给它养分 它经常会一同时遮掉你无数的生死业 信不信 因为你过去所造的业 那太多 那个你看他讲说 醉来附生 如水归海啊 剑成生光 其实不但是我们的最归遗海啊 这所有东西啊 它会积极过来 你看 众多的因缘 在过去所造的那太多了 哪个因缘要成熟 哪个因缘要成熟 不知道 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修一修 谁会临终里面 我说安慰言 用功修行 这果临终无病苦 谁跟你讲 保证没病苦的 你修好修坏 因缘只问成不成熟 只问成不成熟 没有谁 你说保佑 没有什么保佑了 谁保佑你 也不然你的善功德在保佑你吗 你也必须要具足这个条件 才有所谓的保佑啊 不会无缘无故的保佑 假如你所修的 跟你的因果不相应的话 怎么个法 不可能 所以这个因啊 我们假如我们现在 已过去的罪业 我们不知道 我们无从觉察 假如现在你的心安住正法 你是不是同时断掉很多业力的养分 这时候有些已经剧足了 会出来 但有些不剧足的 会不会就停掉 会停掉 所以我在讲说 夜半会不会现前 就看你的功夫咯 你能让哪些夜暴不现前 就是让那些本来要靠你现在的因缘 才能夜暴现前的 因为你的努力所以停掉了 你能停多少的 那个夜暴不会现前 但如果有些夜暴还在晕亮 而你的公务没有遮挡到他 他就会不会现前 现前 就现前 会不会受苦 就看你的心 你的心坚定不动摇 虽有报不一定苦 我现在讲过 讲几类 就是说 有些报可以让他不报 但有些报会报 那报里面还有两类 受不受苦 心智坚定 智慧功德增长的人 不受这么苦 但要是烦恼深重的 就是受深苦 有报不报 两类 报了受不受苦 也有在分的话 都可以来再分的 是不是 所以想我们现在顿习其心啊 如果你不智慧顿习其心的话 那个夜暴就酝酿过来的 罪来复生啊 其实罪来复生 是吧 也罪不是自己来 是你 我们一直想到 心无形 造种种业 成就种种果报 你的心不改悔 罪当然是由你心所生 业报是由你心所造 罪来复生 严格来讲 罪从不离生 诗诗好好 从没暂停停过 他就等着你的心念 让他成熟 等着你的心念 让这个业力成熟 那一旦成熟的话 渐成生广 如水归海 渐成生广 为什么 这里面还有 我们讲的 法法相因 法法相依的问题 法法相泪 法法相润的问题 这是阿罕经谈的这个道理 法法相因 法法相义 善法如此 恶法也如此 因恶法 像比如说你现在 你本来就福报不够 你今天来到一个地方 你没办法抉择 你受到恶之士的影响 你造业 造业完了以后 你受恶报 恶报完了以后 因为你过去的福报不够 加上造业 你又跟恶之士在一块 那不是一报完了就没事了 是一报完了后续所结的缘 还会引导你的烦恼继续争了 所以不是说我造恶 我大不了善受恶报完了以后 我可以重新来 怎么可以重新呢 因为那个习性会引导你经常 就是恶缘很容易成就 善缘很难成就 它会形成这个问题 所以会一沉沦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就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头 一个牵一个 一个牵一个 像我们现在 跑到这个时候很难啊 你信不信 因为我们必须要重新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想说 要照见无印皆空 现在每次谈的时候可以 一下课 无印皆有 都全部跑回来 你自己跑回来也就罢 现在一开口见面的 每个人开口都是以无印有为立场开口 对不对 你的生活的一切 所有人事物 不都是告诉你 无印是有 你能维持多少真念 你如果你现在在无印有 我跟你讲 无印皆空 我一切都在管一切空 那我会受到鼓励吗 但你看啊 你现在 除了你修走出去 大部分都是世间人啊 所以为什么多跟世间相应 会损你的智慧 也会多你的烦恼 为什么 它引导你的过去习性啊 它会引导你过去的习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修行感应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在受保 我们也有我们的福保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障碍 不生在活的时候 生在活前 活的后 现在碰的都是容易隐身于罪过的环境 你看我们现在 前几十年 这几年 社会风气还好 这几年 这种社会风气 你能挡多少 你要没有那个真功夫 你在这种环境里面 你不生气 你不贪着 处处让你造业的机会 到处都是 是不是 是不是增加 以前的乡下 要到街上去逛个街 三万一下都要走很久 那稍微脚不好 不要去了 那你就省了一些懒悟的机会 现在不是开个车 而且都几分钟就到了 处处随缘都有你生难处的机会 这不就是障到一年 所以一法结一法 到最后 过去的烦恼线 本来是零零散散的 你随家一法 很多烦恼就一加坚固 你有贪 帮忙你的称心 你的称心增长你的余思 你的余思又增长你的贪 增长你的慢 增长你的不正知 增长你的放映 一个一个来 所以到最后 见诚深广 然摆脱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以你的能力 你根本度不了他 烦恼集中 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那个新闻报道 你就很难想 这是不是人 这是不是人 包括我们这里其他的地方 你就会不可思议 人可以恶到这种程度 他就是有 他就有这种恶性 所以见诚深广 难以摆脱 到时候整个一直拥护 因为他的缘 这个见诚深广的叫缘之生 缘之一生缘 今天你不贪 你就起身 我今天要挖东墙补西墙 挖了东墙补西墙 西墙又破了 这边又破了 你会发现你左用移动 稍微想修炼山 站着就来 无力为山 要堕落一下就成就 整个身心极刻不极为 极度的不自在 这就是这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是 是 这有不一样的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